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们来介绍地毁 用地毁来解决 字串里面字圆排列的问题 例如 字串是AB 那排列就有两种排列方式 第一种是AB 第二种是BA 如果用地毁来处理的话 地毁第一个就是 要找出停止条件 就是Basic Condition 那什么是停止条件 停止条件就是 当我们的 字串里面的字圆 只有一个的时候 如果只有一个A 排列就是排列A 如果只有一个B 那排列就是排列B 那第二个是一般的条件 一般的条件是General 一般的条件就会 有两种状况 一种状况是 你会把 问题变小 问题就是N N 變成N-1 所以本来这个是F N的地方 那我们N 变成F 变成N-1的话 那这里呢就会变成呼叫 FN-1 好 第二个一般的情况 必须要看 你把它拆成F N-1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做 比如说 现在 N是等于2 那再FN-1 那FN-1 那FN-1 这R2 那FN-1 结束之后 是FN-Bm-2 再加上FN-Bm-2 这个B就是少一个了 本来是两个现在变一个 那再来就是B 第二次就把B取出来 好 取出来之后还是剩一个 那剩一个是什么 剩A 所以就一般的情况 所以在一般的情况我们要看 我们要有一个自信说 好 这个function它一定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 你N丢进来的时候它可以解决 你N-E丢进来的时候可以解决 所以这个我们要假设它是可以解决的 只是把它切成更小的情况那可以解决 一直切 一直切 切到最小就会是Basic Condition 这就是停止条件 这是最小的情况 所以最小的情况就是要停止 好 所以当变成FB的时候 它进来那就是B 所以这时候这个的结果就变成A B 那这个结果就变成BA 所以就跟我们这边一样 AB排列会变成AB跟BA 那如果N等于3的时候呢 N等于3的时候 那一样 N变成N-1 所以这里就要变成F 两个 N是等于2 N-2 N-2 那这个呢 要怎么处理 假设是A B C 那就要把A取出来 把B取出來 然后再把C取出来 A取出来之后 那就变成BC 把B取出来 那就变成AC 把C取出来 就变成AB 那这是两个 A、B、C 那就刚刚N等于2的这个 就会再帮我们处理完了 所以这里呢 就是一个Fall回圈 Fall in Fall in呢 假设这个是SString 所以这里就Fall in I in S 然后一个一个把它取出来 A跟B取出来 那这也是一样Fall in I 然后In S 然后就把一个一个取出来 那剩下就是S减掉I 所以就I加上F S减I DI个字串 DI个字元 然后加上你的本来的字串减掉DI个字元 那把它丢到Fall in 这个地毁函数里面 这样就可以处理完了 这是我们的一个设计的概念 一个地毁设计概念 第一个停止条件 第二个一般条件 一般条件要看 你怎么样把它切成更小 那切成更小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处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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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